今天也就是3月3日上午 浙江省发布了新确诊7例境外输入型病例的信息 上海市疾控中心获悉后 主动与浙江省疾控中心等有关部门联系 并立即启动调查 截至目前 已追踪到在户密切接触者71人 都已落实隔离措施 后续防控措施正在进一步落实中 经调查 浙江新增确诊病例中 6人于昨天3月2日浙江发布的一例境外输入型病例 同行入境 均来自意大利 经莫斯科转机后 2月27日晚抵达浦东国际机场 入关时体温等未见异常 从机场肢结包车返回浙江省丽水市清田县 没有在本市逗留 另有一例浙江新增确诊病例 与昨天3月2日浙江发布的一例境外输入型病例 都在意大利同一餐厅工作 经德国转机后 2月29日抵达浦东国际机场 入关时体温等未见异常 从机场肢结包车返回浙江省丽水市清田县 没有在本市逗留 没有在本市逗留 就有远备来自苹火车连省与水市清田县 始造统驾